好 聚焦在國會 現在民進黨當然也要特別做文章 任何事情只要扯到韓國瑜 都一定要酸一酸 因為這個美國的眾議員 21號要訪台 要見賴清德 要見韓國瑜 綠尾馬上就要跳出來 要做點文章 所以呢 其實這將會是韓國瑜 第一場的國會外交 面對美方 那韓國瑜將會如何表達 自己的立場 以及藍營的路線 這個清美河中的立場 一眼印象 現在目前外界都非常的關注 這位蓋拉格來 你看到這些綠營 甚至一些綠媒 坐不住了 比方說王定宇就講說 希望韓國瑜能夠站在台灣的利益 跟美國進行友好的互動交流 那自由時報更是在臉書上面 都要講一些這種秀下線的話 比方說 韓院長接待外賓處女秀來了 會表演膝蓋走路嗎 然後後面是放上了蓋拉格訪台的 這樣的新聞連結 那再來又講說 未來四年 不知道韓院長還會給大家帶來什麼 驚奇或是驚嚇 這雨中都要帶上一種 好像一種酸溜溜的一種味道 這讓人家看了覺得挺不舒服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馬英九 馬前總統也提到 期許韓國瑜要領導 提有利兩岸和平的法案 國民黨重回到立院的 第一大黨的地位 期許現在韓國瑜跟江啟成 這樣兩個人一起領導之下 能夠提出於有利國際 民生兩岸和平的法案 才不負選民所託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一兩天大家在吵的事情 就是大陸籍的壞挺翻覆 釀糧死 大陸的國台辦就講說 譴責台灣驅離導致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的陸委會跟海巡署的回應 他們就說這都跟保持 都有保持跟對岸一定的聯繫 也及時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情況 那柯文哲也說 這兩岸應該要坐下來談一談 他說要保護漁民的權益 海疆還有台灣政府 這是應該要趕快做的事情 當然驅離的過程 應該還是要盡量的平和 兩岸最好是能夠坐下來談 找到一套規則 避免同樣的這種事情 漢市再度發生 那再來大家聚焦說 這個國運籤最近蠻多的廟宇 都有抽出來 比方說像是清水岩寺 抽出來的國運胸籤 這是彰化社頭的清水岩寺 在初五的時候 抽出來這國運的胸籤 神明一指 龍虎交會 這也是清水岩寺近十多年來 首度抽出這樣的國運胸籤 那清水岩寺的總幹事就講 接下來朝野惡鬥的後遺症 原本國家會有價值連成的黃金 但因為朝野無法合周共濟 而喪失大好機會 只有合作鄉人為國才能夠創造機會 那先色宮在三重這一邊 他們也抽出了一個國運籤 是下下籤 那結果馬上就是有 這個前國大代表黃鵬孝 他跳出來講 他說台灣的廟宇主神 都是中國神明 又要開始扯這樣子的言論了 他說這些中國神明 寢視國運的時候 施牽啟示的應該是 中國那個國的國運吧 關我們台灣什麼事 他竟然可以開始用 這樣一種創新的講法 開始來甩鍋 那我們台灣還有什麼廟宇 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神明嗎 難道我們所有拜廟宇的人 全部都要被民進黨貼上 中國同路人嗎 所以就是很奇妙啦 反正這也是一種RQ的精神 這抽出來 這代表別人的國運 不願意面對接下來 可能這個國運市警的一些訊號 那我們看看 還有這個媒體人在講說 其實這個 先色國的國運謙師 旁人善禍軍修信 此事當謀親兄弟 意思是說 賴清的如果想清楚的話 什麼叫做親兄弟啊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在野陣線 甚至是跨黨派的人 統統都聯合起來 一起來合作嘛 你說隔魁太困難 那副隔魁是不是有機會呢 這樣的合作空間 至少朝野第一步合作之下 賴清德未來會比較好辦事 那王定宇提到啦 他說這個其實民進黨籍 不是必要的條件 是不是採取民進黨籍 也就是說隔魁這個位置 會尊重總統的任命 但是溝通能力之上 不見得要是民進黨籍 那是什麼樣的黨籍 你們民進黨才會用呢 這其實講的也有一些 很大的模糊空間 也就是說接下來大家都在關注 賴清德的人士會怎麼樣的佈局 不只是新隔魁 副隔魁 或者是說大法官考試院 都接下來在三月到七月之間 都需要提出來這新的人士 那比方說內閣團隊 三月份會徵詢 那沒有同意權 立法院是沒有同意權的 新國會要爭取同意權 還有四名的NCC委員 在這個四月份的時候 那這個立法院是有同意權的 還有九名考試院的委員 包含政府院長 在五月份的時候 立法院同樣也是有同意權 七名司法官 這個司法院的大法官 包含政府院長 也是在七月份的時候 必須要提出來這個人士 同樣也要過立法院這一關 也就是這個新國會 正式展開序幕之後 三黨不博辦 那未來在也現在磨刀霍霍 要如何避免朝野對立 提名人選不被酸是綠油油 賴清的恐怕要拿出一點 這個他的這個智慧 來面對這個新的考題 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韋漢哥怎麼看 這個韓國瑜首次的國會外交 韓國瑜現在當院長了 那他最近的聲量 也超過柯文哲 那大家都在等韓國瑜 怎麼做立法院的院長 結果馬上就講說 哎呦 有國外的這個國運要來了 國外叫韓國瑜能做得好嗎 你管他這個 立法院長 以及院長 他做不好的IP品 可以嘛 如果比如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外交上面有失疑 甚至出現了可能真的就no show 人家已經來了 就院長不在 如果真的發生 我覺得可以批評 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 你就在那邊講說 什麼用膝蓋走路 我先說一件事 不是只有針對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你現在就被看到了 你的小編在亂留言 小編亂寫 自由時報你要出來扛 你要跟大家解釋說明為什麼 我相信這些小編 可能第一個年輕 第二個他覺得說 我就是要騙 不是要騙了對不起 就是我就是要網路流量 我就希望我看了有很多人 同溫層 可是你今天要把你寫個小編寫的 你今天在你的臉書上面 掛你自己是自由時報的logo 你寫出這樣的文字 你對於不認同你文字的人 譴責自由時報你要承受 因為你今天說實在的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現在目前很多的政治人物 其實有時候不是自己PO文 他跟他的臉書小組人溝通 你幫我PO個什麼文 我過目以後你就去寫了 可能不是都是由政政部本人寫 比如說總統 副總統 黨主席 可是既然PO出去就代表你 既然小編寫了就代表自由時報 不然你後面要跟著他 是小編自己個人看法 你常讓年輕的小編用個人看法 去寫這些事情 這些帶來仇恨 你真相信 你真的相信韓國瑜 當立法院的院長 他會用膝蓋走路去 接待國際的貴賓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小編要出來 跟大家洗門風嗎 其一 其二 講那個就是 韓國瑜因為可能 沒有什麼外交失誤 然後所以沒辦法國外交 我覺得真的是講太早了 因為畢竟韓國瑜 他以前就是立法委員 他也當過高雄市長 沒有錯 他沒有當到行政院長 沒有當到總統 可是我今天國會外交 是世界各國 立陶宛或怎麼樣 或是一些就是其他 我可能不是只有英文 你覺得英文好不好 就做外交 不是 他有翻譯 外交部人會來 他只要做好 立法院長的工作就好了 倒是馬前仲所提的這個 可能我個人看法 這我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看法 立法院院長已經選上了 他就是維持這113位 誰能夠提案 提兩岸和平法案 徐曉欣可以 立法委員可以 院長不會自己去提案 所以應該是由立法委員提 然後黨團 就成為國民黨團的共識 去推 而不是要韓國瑜 去做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馬前仲會希望韓國瑜 去領導國民黨團 現在領導國民黨團 是復婚期 之後換別的總召 也會有新的總召出來 不好意思提到副委員 但問題不是由韓國瑜 我是說馬前仲 我當然希望你要很明 馬哥不可能 用院長出來提 第二個在講 那個神明的部分 我就不針對人 我針對這個事 我覺得很奇怪 今天是因為抽到下下籤 你就說這個是中國神明 以往我們常常有出現 好籤幾千的時候 都不講 不就是嗎 我現在數給大家看 我所知有限 拜觀音菩薩 拜媽祖 拜觀聖帝君 拜五輔千歲 台南還有小孩公 玉皇大帝 以上所述哪一個 是台灣的神 那台灣就這些廟 那這有什麼問題嗎 第二個你說 因為那是中國神 所以是中國運 這個跟我粗淺的 宗教理解不一樣 他已經分神來台灣了 廟在台灣都300年400年 拜這個廟都是台灣的人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的台灣人 他的信眾在這裡 他求的當然是這裡的 這封條與順 難道是哈爾濱的大學 我們這邊不下雪 對不對 你怎麼會講說 這個都是 不是跟台灣無關的 這我覺得是相差太遠 那籤抽出來你可以 這個籤不順 那大家就是 事在人為 也也要靈 也要行 那既然行 跟你說要注意 那我們人小心點就好了 沒有必要去講這個 第三個 你講到那個 隔魁非民這張標題 這我也是 我嚇了一跳 就王定宇 他幫賴清德去提隔魁條件 怎麼會是他來提 如果說今天是賴辦的發言人 譬如說像是郭雅惠出來講說 我們所了解的 這總統當選人未來組合 而且今天才2月十幾號而已 哪有人現在在講組閣啊 觀眾朋友 在4月以前 那個名單不會浮現的啦 還很久啦 大概就是在日本 大家又跑去看櫻花的時候 沒有那麼快 520才有新的這個內閣上來 大概4月初 整整一個半月左右 現在就在講那個 這個組閣的條件 而且也不是你決定的吧 那是總統當選才可以決定的 好 來問曉欣 其實我認為這個 剛剛我先從那個 剛剛韋翰哥講到的 這個包含是一些 人事任命權的部分 他會是在新國會上任之後呢 我認為雙方 就藍綠這邊攻防最激烈的 那尤其是在4月就會碰到的 NCC的人事任命權 因為有四個 有四個委員都要換人了 那尷尬的地方在於說呢 其實520賴清德團隊才要上任 那你4月的時候就要換委員 這一個多月的期間請問 這些委員他代表的是蔡政府的意志 還是未來賴政府的意志 光是在這一點上面 我認為在野黨 至少國民黨這邊就比較高的機率 是會認為說沒有辦法接受 除非你按照 包含是像以國民黨來講 我們很多人有提出說 你能不能按照政黨比例 組成NCC的委員 NCC的七位委員裡面 如果你是按政黨比例生成的 那或許我們可以同意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 再來就是說你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你NCC好四個委員 我講最直白的 你認為你這四個人 你都認為NCC中天案 我們放棄上訴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雙方有共識 或許可以讓你通過 但假使你們的態度是 你覺得NCC過去都沒有做錯 都很棒做得很對 進去之後我們繼續效忠陳耀祥 繼續用NCC去鉛制 新聞台的言論自由 關台沒有錯 判了十個案子 十五個審計全書都沒有問題 你NCC的接下來 四個提名的委員 你不敢對NCC過去所犯下的錯 表達任何的意見 那抱歉啊 你換這四個人 跟沒換有什麼差 是一樣的嘛 換湯不換藥 這種換湯不換藥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可能讓他通過 那我們就會認為說 那等到520以後 或許賴清德他有不同的想法 或許他 認為好啦 按照政黨比例組成 好那未來這個不要上訴了 你有別的想法 那我們再來談 所以我認為最有可能激烈攻防的 就剛剛講到有趣的那個 油耗跟吳宗憲 很有可能上場的時間點 說不定就在這個啊 因為民進黨對於NCC的委員 勢必他們就是五十幾期 他要強勢的讓他過關 所以國民黨也要特別注意 就在四月的時候 剛剛賓哥講到的 柯建民總召他這種突然之間開會 因為其實五十五十四相差非常近 你一個不注意他們五十二個人都到現場 你都人不在的時候 他七分鐘他可能就給你要通過了 所以這種臨時性的東西 這是大家最需要去注意 很多意識規則上的攻防 但是在這些議題上 尤其NCC 這是大家已經講了四來年了 幾乎所有的 不要只講說中天一家 所有的有在做廣播電視的 哪一個從高層到基層 哪一個不是對NCC是怨聲載道 那改變的時候來了嘛 那所以我認為說 立法委員在這個把關上面 這四個委員到底提名的好不好 該不該被任用 就是大家要發揮民眾所託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講到這個國運籤的部分 我也覺得 這個我們也不講特定人 因為很無聊還不重要 但你去講說 台灣的宮廟主神都是中國神明 所以抽出的國運籤是中國的國運 不是台灣的國運 這個無疑是直接用一句話 就呢傷害到所有的信眾 然後呢我相信啦 台灣有宗教信仰的人居多 有這種台灣傳統宗教信仰的人 看到都覺得 怎麼這個時候 我們神明就變中國神明了 平常是大家參拜的時候 民進黨的 難道不去拜廟嗎 也是很虔誠嘛 大家平常信仰的時候很虔誠 但抽出來的籤 好像對自己有一點不利的時候 就突然講成丟成說 那是中國大陸的神明 這一點我覺得一般民眾 看到是會相當反感的 好 秉哥 我就覺得 韓國瑜國會外交 你認為他會做的不好嗎 我一點都不認為 他也不是沒有面對外國人的經驗 而且剛剛韋翰也講了 政務分音跟你外語能力好不好 一點關係都沒有 重點是你有沒有按部就班的去做 那其實蓋拉格萊也主要就是 他會表達一些美方的看法 那韓國瑜就表達他自己的立場 國民黨的立場 然後清楚的讓美方知道 其實就可以了 難道一定要像王帝宇他們一樣 什麼東西都要按照民進黨那一套來 才叫外交嗎 實際上民進黨根本不太會做外交 賴清德懂了什麼外交 我從來不覺得他懂外交 他實際上跟美國人的溝通 顯然是有問題的 不然的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從選前到選後 不斷的一直派團來 那是不是對賴清德 非常不放心的一種表示 王帝宇怎麼不去想想看這種事情 至於說兩岸之間到底要怎麼談 我必須講很遺憾 大概短期之內是沒有什麼辦法談 因為以賴清德目前這樣的一個走向 然後兩岸之間還有中美之間這種緊張關係 我認為立法院你說要通過 什麼兩岸之間的一些 能夠緩和氣氛的這些法案條款 我個人認為恐怕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這一種類似的衝突事件 恐怕未來會繼續發生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今年的牽絲看起來都不是很好 那我也覺得牽絲好不好 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那你去扯到什麼 那都是中國人的神 那請問一下你以後只能拜廖天丁 因為廖天丁是台灣生的 那你要去拜廖天丁嗎 還是萬應公 你要去拜這種東西嗎 所以我覺得扯這些東西 實在是有點夠無聊 那教堂你最好也不要去 那是猶太人的神 跟你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去扯這些東西很無聊 重點還是救私人士 實際上你如果真的瞭解牽絲的話 就算是下下籤也可以解釋成很好 就算是上上籤也可以把它解釋成 那個福中帶貨 這個東西都看你怎麼去解釋 我覺得自己去看就好 可是雨萱說 他們會不會讓個富格魁出來 我認為恐怕難度非常高 因為第一個賴清德應該不會想 民營黨內很多人大概也不願意 而且就算他們願意 那請問一下誰要去當這個富格魁 國民黨有人要去當嗎 還是民眾黨有人要去當 當富格魁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中間問題很多 恐怕不是這樣去解決 我個人認為賴清德 如果有了解到他自己 三黨不過半的現狀的話 那他至少應該找一些相對中性的人 也就是至少讓藍白可以接受的人 你老是找一些那種立場鮮明 然後就是要準備跟藍白對干的人 那你說藍白怎麼可能會同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要考驗賴清德自己的智慧 那當然他有沒有這個智慧我就不知道 這個要看 那至於NCC這個東西 我一直很納悶一點 我們有聽說過哪一個公家機關 跟民間公司打官司十五連敗 你有聽過這種公司嗎 你有聽過這種公家機關嗎 這個公家機關早就應該被監察院的人都死光了 為什麼不去調查他呢 你說這個應該要糾舉他 這個很有問題嘛 表示你們當初所有的決定全部都是錯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NCC這些委員 大過年的我也不要講太重的話 你們還好意思待在那個位置上 我也真是佩服你們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我們是在我外地改變的 我們是在玩家機關 我們是從小型電視 到時就以往 我們是在玩家機關